我原先是在西安美院读书 然后在那儿读了八年 后来就尝试了一些当代艺术的这种实践性的事情 然后就发现了原来我想突破 传统和当代所有这些事物之间的边界 然后我就尝试用习惯性的工具 就是铅笔把它展现出来 尤其是当我画的画面是全黑的时候 那么就是中国画里面有说这个墨分五彩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其实它也不是数字五的那个意思 它是无限的意思 那么铅笔的这种石墨的质感 然后它这种比较哑光的这种感觉 包括它的反光就很适合去做这样的突破 这次展览里面的所有的都是有名字的什么海和草 但是这些都是它一个具体的称呼 但是事实上我是想试图去捕捉它背后的那种流变性的 然后看不见的那个东西 我的作品里面那种时间的同在性 它其实有很多个维度 然后但是它们是这种交织和编织在一起的 然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其实是从2011年开始 然后认识费老师的 然后我们在一起聊过作品 然后他也到我的工作室来看过我的东西 之后又有很多的交流吧 然后再到后面 就因为费老师的介绍 然后也认识了艾伟尚代斯先生 然后加入这个凯特亚基金会的这个家庭 然后参加这个Sanat 我非常的荣幸和开心 BON VAYAG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